朋友们,大家好 湖北孝昌发生一起精神障碍患者持刀伤人案 至八死一伤 5月23日上午九时许 湖北孝昌县小屋乡 发生一起精神障碍患者持刀伤人案 造成八人死亡 一人受伤 伤者生命体征稳定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控制 经查,犯罪嫌疑人卢某某 53岁,出筛为三级精神障碍患者等司法鉴定 目前,孝昌县已成立工作专班 全力做好相关善后工作 一到四月份财政收入情况正式公布 形势非常严峻 中共财政部刚公布的 一到四月的国家财政收支情况 非常不容乐观啊 多项数据不仅是同比负增长 而且是降幅环比也呈扩大的趋势 形势真的有点严峻 给大家通报下 第一,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80926亿元 同比下降2.7% 而第一季度也就是一到三月份的收入 为60877亿元 当时的降幅是2.3% 这意味着四月份的财政预算收入的 降低趋势是扩大的 这是其一 第二,分税收和非税收入看 全国税收总收入66938亿元 这个降幅较一季度的7.1% 也有所扩大 不可思议的是 个人所得税仅为507亿元 同比下降7% 而一季度的降幅还仅为4.5% 这意味着四月份的老百姓的收入 是不是同比大幅下降了 第四,一到四月 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13484亿元 同比下降7.7% 这个降幅较一季度的负4%有所扩大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0536亿元 同比更是下降10.4% 而一季度的这个数据还是同比下降6.7% 看完这些数据 是不是发现当前中国经济的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三个层面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个人 无论是哪个方面压力依然很大 比如税收大幅下降 这就导致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大 地方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滑 则反映了地方财政将更加捉襟渐重 个人所得税收入下降 这意味着老百姓交的税少了 而在所得税率没变的背景下 则必然反映的是老百姓的收入降低了 也可能是失业的人变多了 而且最让人无语的是包含行政性失业收费 罚款、罚末等非税收入却是大幅增加 这背后体现的是什么 想必就不用我多讲 大家也应该清楚 在全国经济弱势复苏 老百姓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的背景下 罚款、罚末等政府的非税收入大幅增加 可真的不是一个好事 一位网友发帖说 我女儿今天放学迟归 问缘由 原来课堂上老师说 日本动漫对中国是文化入侵 之所以入侵是因为中国强大 她不以为然 窃窃私语被点名战利 又因为白了老师一眼 放学后被叫到办公室谈话 继续接受南京大屠杀 为内容的爱国教育 我说 你可以向老师说出你的看法 女儿说 老师如果是十几岁 我会说 但她五十多岁了 不可能有任何改变 就让她活在她的世界中吧 如果我说了 老师不认为是在表达一个观点 而是找茬 人民解放军 今日突然还台军演 震慑台独 所以 台股下的又创新高 而中国A股 四千五百多股下跌 配合解放军 而另一方面 中国湖南长沙 天心阁城门口 拆了萧潮贵雕像 北京昌平拆了李自成雕像 农民起义一直是教育爱国 反封建必备的重点 怎么着 现在要开始不提倡了吗 应该是中共害怕 现在的百姓有样学样 也学李自成造反 小时候我一直以为 核武器是为了保护我们的 长大后才知道 核武器是为了他们欺负我们的时候 外国人不敢多管闲事 律师何滨发帖说 经济深秋里的又一场寒风 近年来 我承办的刑事案件中 既有声斗之家的普通村民 也有高级领导的同学 既有市值千亿的上市公司 也有苦苦支撑的小数企业 这些案件 通过我们的努力 大多数取得比较理想的效果 但我发现个案的解决 无济于事 冤案越来越多 已经迫近每个人的身边 比如最近 我的同事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王小平教授的辩护人 也是我的学生 说王老师的案子 太冤了 北大一位教授找来说 他的哥哥 太冤了 这一切的根源 在于重刑主义 在我国重新抬头 并持续数十年 据官方公报 全国每年被起诉的刑事被告 从1997年的52万多 上升到2023年的168.8万 我曾一再告诫 重刑主义会导致家庭破碎 子女失教 父母失事 社会治理极其困难 颐和园竹井区由万寿山 昆明湖组成 0.75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 养着2249人 且财政还要补助3.9亿 我们进去还得掏30元门票 北京市医和园管理处 事业编制1261人 实际1120人 退休人员1120人 离休9人 收入5.3亿元 其中财政每年补助拨款3.9亿元 上脚零元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还好圆明园给烧掉啊 不然 中国平民百姓还得再养另一帮蛀虫 组织就是在你遇到困难时 他说无能为力 在你遇到不公时 他说要正确对待 在你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 他说要顾全大局 在你受到诬陷时 他说你要相信组织 在需要有人做出牺牲时 他说组织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当需要有人冲锋陷阵时 他说他是你坚强后盾 在你取得成功时 他说你是组织培养的 福建省文旅厅厅长林向东 近日卷入一场风波 据悉 上周末周杰伦在福州举办演唱会时 林厅长设法为某女演员 争取到几张门票 女演员的丈夫 则带着孩子前往观看 然而 丈夫心生疑虑 为什么妻子没有同行 于是 他假借带孩子之名 暗中尾随妻子 至京元大酒店 令人震惊的是 丈夫在酒店某房间外 发现了妻子的身影 他迅速上楼敲门 开门后 经见到妻子与一男子共处一室 这位男子正是林厅长 愤怒之下 丈夫对林厅长进行了殴打 并拨打110报警 指控其涉嫌强奸 温泉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将林厅长带至派出所进行调查 然而 当得知涉案人员 竟是省文旅厅厅长时 小民警感到压力巨大 不敢擅自处理 虽将案件上报至市局 市局方面同样感到棘手 无法独立决策 于是进一步将案件上报至省厅 看见了吗 这就是中共所说的依法治国 要看犯法的人是谁 是官还是明 官之大还是官之小 下面说个真实的笑话 杨长顺直播拆解华为 PUR70 直播间被封 他拆到内存 一个净吹国产内存多么好的时候 直播间就被封了 为什么被封 真实原因是 PUR70的内存芯片 来自韩国SK海力士 今天看到某个外媒说的挺有意思 说各种这样那样的就是政策 就是资金 都是在就开发商 在就土地财政 在就城投公司 在就地方政府 没有一条 是在就老百姓 就普通人 相反 都在想着 如何让你把兜里的钱掏出来 再背上几十年的贷款 下面老蛮频道的帖子 中国现在的摩天大楼数量 已经在全世界遥遥领先了 作为这类楼宇建设和管理的专业人士 正宗的土木和资管狗 我必须说明的是 摩天大楼的使用和维护成本非常高 中国绝大部分城市都承受不起这样的成本 移动大楼是绝对不可以彻底断电 并清空所有人员的 这样的话 它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 随时都可能爆发火灾 或者其他恶性安全事故 移动大楼只要建成了 要么你炸掉它 否则就必须维持供电 维持各项机电设备的正常运行 维持它的基本功能 按写字楼来算 这种维持成本 100米高的写字楼 每平米的维持成本约20元 150米升到30元 200米升到50元 250米70元 300米以上就超过100元了 这是刚性之初 绝对绝对无法减少 物业公司还要挣钱 所以真正的收费 一定比这组数巨高 全国有多少城市 可以承受这样的 物业管理成本 这么说吧 除了北上广深 这四个城市之外 所有新建150米以上 写字楼的城市 包括杭州 南京 成都这些 都是神经病 写字楼租户 在承受租金之外 还要再承受高昂的 物业管理成本 根本就承受不起 尤其是很多边缘城市 比如南宁 南昌 长沙 海口之类 特别喜欢建200多米的 超高层写字楼 这些楼全都是灾难 这些城市的租户 连50块钱的租金标准 都付不起 你让他们再付50多块钱的 物业管理费 绝无可能 所以 接下来中国的摩天大楼 空租问题 将会令整个国家痛入心扉 绝不会有别的可能性 连物业维持费用都没有 机电设备都无法维持 全都是一动动的定时炸弹 太阳流行 深精烈 微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